哈啰 大家好 瑞丸です 好 欸 再刚刚就有看到一个非常神奇的队伍啦 就是长得这么个样子的 极细无属性VS Serumic的队伍 栽培人栽培人 栽培人 其实这个要是栽培人的啦 只是我没有练上来栽培人 应该说我没有去打起来隶属的 所以我就没有 我就随便找一张代替啦 然后 这个 然后再加上这个 这样是极细无属性嘛 体 力 之 技 数 都有 然后我们两位主打就是这个样子的关系啦 欸 这边的话啦 前面就一路敲下来 然后进入了那个可以减伤 欸 应该说降攻的状态过后啦 就可以一路比较稳的在打了啦 欸 就是长得这么个样子 欸 这边的话 就继续一下去啦 我已经打到一半 对面已经快要被我轰死了 然后这边的话 Vegetor有那个主动剂可以用啦 所以这一轮就来一个大火力输出 有哟 那 老师我这个东西我们也不用讲 一定要特别留还是怎么个样啦 反正就 呃 一路敲下去就可以了 然后只要敌人啦 是没有 那个 必杀的话啦 我们就可以很好的活啦 道具基本上就可以一直不用开了 目前的道具使用状态是这样子 然后我带的道具是 呃 前面这个鬼魂是在 还不能降攻的时候来使用 那么这一个 呃 这一张炎魔王啦 他是有50%减伤 然后Vegetor的话是40%减伤 所以某一个回合我会开一个Vegetor 一个炎魔王 然后三号位被打一下 让我们的血量压下来 然后形成现在这样子的状态 那么就继续的打下去吧 然后我们也要考虑到下一轮 要留6颗猪给他们 然后这边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东西 就是要去计算 敌人的降攻% 我们只要降到100% 普攻打我们就不会痛 这个就是重点 所以这边的话 这个蓝爽可以降攻 所以这边开始就要算了 首先这个是20% 诶 狼狈的话啦 他的毕萨降攻是20% 这样这边20% 然后第二发就40% 这边全部要计算 只要算的话 的那个降攻数量的%数不到100%了 我们就要开减伤道具 OK 卡兰咯 OK 这样子就有60% 那么等一下我们的体蓝双人 只要开到一次超毕萨跟一次毕萨 就有降攻100%了 继续连击 那么这边就有80%的降攻 nice 呃 这边很多人可能会想说 要让这个蓝背 然后一直跌下去 可是尽量不要 因为体蓝双人的那个降攻 其实不是那么的稳定 哈哈哈 他的那个高确立 只要连不到的话 就 阿布内 嗨 判起 OK 那么这边就继续的压啦 呃 打到几时 我是不太确定啦 应该会要花相当的一段时间来打 不过 这一个队伍 他的可能性确实是成立的 因为毕竟 已经有大佬做到 并且同凡的啦 啊 这边等一下可以看得到 他的连击次数其实是不够的 假设我们的蓝背 没有连击到那么多下的话 就会危险 可是因为刚才蓝背 已经累积了四发毕萨 也就是80%的那个降攻 配上他的一个超毕萨 就超过100亿了啦 所以这边算是还安全 OK 这边的话 先攻这么多的状态啦 就这件事情一定要做 欸 这一个 欸 因为我们不能去 赌敌人的那一个 没有毕萨嘛 因为如果这边被打是不会痛 可是问题就是 我们不能去赌 所以这个 封毕萨的这个道具 必须要带 刚才有一回合 就 他没有先攻 可是 出现了很亚拜的事情 就是 虽然没有先攻 但是就 他 吃不足足 上一轮 有一轮没有留到够 所以就 危险 OK 这边大家可以看得到 上一轮因为降的足够多 所以这一轮是不怕的 可是接下来啦 我们就要挑战一点运气了 不过 Wiz在甲上那一个 呃 炎魔王 我还有一次的无敌 算是小无敌的机会啦 90%减伤 for这个 技 技术的35号 还有一点点的机会 啊 这边 不是很理想 因为红族 只有两格 所以很可能 会被弄爆 好 呀 呃 这个样子 然后 我看是这边 这样的话下一轮 是可以留到足够的竹子 OK 有六颗 像这样子 刚才这样子的状态啦 就不是太理想啦 那么这边我又要重新开始计算啦 30%降攻 50%降攻 这个一定要每一轮都计算 一定要记在脑里面 呵呵呵呵 因为只要他的那个 降攻趴数不太够的话啦 就一定要开那个 呃 50 OK 70%了 70%的降攻这边 那么 只要 蓝贝那边 连了两个普攻 欸 两个十二七必杀 那么就有100% 就超过100% 这边红族转的不顺 也是一个问题啦 932万 这个是彩星大佬啦 好了 好了 OK 一下 十二七必杀 嗯 放在二号位会比较好的眼影师 二号位的联机 的次数会比较多一点 OK 这边90%了嘛 再来多一发 OK 110% 这边安全 那么下一轮只要 瑟鲁 他没有先攻 那我们又可以 比较安心一些些 来 然后 摩托摩托 775万 这个瑟鲁已经接近挂掉的状态了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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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攻 好 好 射定 啊 剩下一点点 那么 最后的道具 下一轮应该是要把它给开好开嘛 这边就110%的降弓了啦 看一下顺位 OK 有一发 非常 非常 非常的危险 诶 这两个是90%啦 总共90%的减伤 然后 12 可 猪 呜 很危险喔 危险喔 20万 成功啦 这样子的话就稳了 其实就 我们这边没有开道具 我们要去拨它的那一个 你敢去拨它是开普攻的话 也是可以 因为90%的话 这边是 300万嘛 减90% 剩下30万 然后再扣掉它20万的防御力 我们还是可以活 所以我必须一定要开那个道具 哈哈 所以我必须一定要开那个道具 那么这边的话我们就可以收尾了 诶 一样是两颗猪 诶 没办法 哦 ok 这样子的话 这样 然后 都是两颗红组啊 那就就是这个样子好了 然后再来的话 诶 哇 这边 危险 不过这一轮应该是可以解决掉的啦 这一轮应该是可以解决掉的 嗨 如果这一轮这样都还解决不掉的话 我也只能说 干 哈哈哈哈 耶 963万 厚啦厚啦厚啦 呃 刺我一发 诶 大的 然后 12七连击必杀 683万 道具是用好用满啦 但是理论上我们是可以做得到 一发 20% 20% 算 算习惯了 即使确定胜利的过后还是会再算 哈哈哈 40% OK 然后 60% 降龚60% 那么等一下 体蓝爽人只要有连到两下 他就算是有110%啦 这个 我不知道怎样 对啊 就一直在打这个去今天 所以就打着打着就系上来的 OK 最后一下 1494万 这两位配合上来真的是不一样 两个都有降攻防啦 注意 一个降攻一个降攻防 那么就刚刚好 KO 无属性 嘿嘿 这样子的极细无属性 大家觉得怎么样 多的啊 哈哈哈 不是很好玩啊 欸是很好玩的 假设真的是哦 极细队伍内 你凑不出来 可是也是有那个免费卡大佬啦 全免费卡就通关了 那时候 今天早上那部影片也是有讲到嘛 全免费卡大佬直接通关 我打了41分钟 一边做其他事情 一边慢慢打啦 所以中间一直跳着 欸 体力 之 技术 嘛 这一张一定要有啦 这一张 这一张是for 前期啦 可以好好的发挥 那么 中间的话就是 先开wis再加这个 在还没降攻的阶段 这两个道具 然后 其中一张被打 然后掉血 然后 再登场第五回合 可以直接变神 那么 从那个时期开始 就是一个 一路 打过去就好了啦 嗯 OK 就是这个样子的队伍啦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下啦 好玩嘛 哦 那么这一次的影片 就到此结束啦 谢谢各位的收看 拜拜